买房子的事,买房子啊,这个买房子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验热的夏天 把我只烤的没有办法,然后从网上 安居客网上,通过朋友知道路上这个地方 气候宜人,空气好,特别是夏天特别凉爽 然后房价还比较合适 因为咱没天待过,也没有买过一手房子,二手比较便宜 最后大概一,我在安居客一查,房子确实便宜 我家二话没说,就直接交了一万块钱定金 房子也没建,不然啥样,我不知道 是过来请交的吗? 过来以后就交钱换房子了 买多大的房子啊? 当时房子比较小,因为是一个大开间 40点多,不到41好像 总管价在多少钱呢? 总管,总管在这说可能不太合适吧 二手房子白菜价,要便宜 对对对,这对于买一手房的人 对,是个冲击队 对对对,你这样说是对的 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应该说吧,价格是我没想象到的 我们那西安房子,咋会的一万三五 对,这房子确实便宜 我说这么便宜的房子,上当就上当了 哎呀,我说咱就啊 玩了一回这个,荡胆吧 房子也没建,如山也没来过,在哪都不知道 就把钉金交了,交了一万块钉金 当时西安的疫情可严重 对,又不能出来 我说一个月以后再说吧 最后家里人说,你肯定上当了 我说,来实际上吧,开车去吧 开车咱到鲁山找了 最后来了以后,还行 这个虽然在网上找到中介 这就再次证明了,咱这个中介也好 鲁山的人啊,真是很真诚的 对 哪像我这,啥都没有建 在网上买这个房子 够二的,真是够二的 不敢钱多少吧,够二的 但是来这住了一段时间 去年住了隔板月 就仓房就回去了 所以感觉房子有点小 有点小了 有点小,这次我们俩就 早点就过来了 无色无色 现在考察一下 其中我还见过你 还发过视频 你还帮那个老大爷 还卖过两套房呢 对,老大爷正好 他也对啊 对啊 要身体状况 是啊 不适合在这了 就是,我说 咱到那儿 我们刚到也没准备 我再有机会去 咱见这个 书大王老师 是吧 书大王老师信息比较多 也可能从他手里 还能卖到更何事 哪里哪里 我又不吞房子 还会找你 瞧别人说啊 信息 你信息源宽广广了 你信息源多啊 所以真的 你采访的所有的方方面面的 包括采访的内容 然后各路的 各路人马 我都看过 都看过 有的业主真的 你们这个对话上 我觉得还是很有层层的档次 对,有些业主真是 真是很有档次 应该是 特别是你采访那个 做牙那个 贴词那个什么 对,那个是 那是咱当地人 那个当地人 他也是搞创业的 对,很不错 口材很好 对,口材很好 口材很好 也没有做准备 就是说吃个饭 说讲几句吧 对对对 接着一讲 讲得框框不绝 讲得很好 而且你们那个搞那个 那个老先生搞那个什么 唱歌那个 唱歌那个 80多岁那个 80多岁那个 搞那个是 哦,那个叫李瑞龙老师 对对对 他是那个天津的一个老前辈 对对对 我们还准备去看一下的 他是我看几号 15号有个活动 对 15号有个活动 不行,你到时候去看看吧 在那个第一园想区 第一园 离我门头好像挺近的 离你那不算远 第一园那个 对对对 门头中间的地方 对对对 我看那个老者 那个 我挺佩服他了 对 会生活 将近80岁了 又重新创业 重新创业 这么简单 他是人生最后一搏 对对对 然后那个 作牙那个 在这上面也讲过 对吧 对 他也去了 他夫人还唱歌了 对对对 你都看了 所以我都看了 对 我把您的每一个视频 都能背下基本上 非常感谢您的内容 对我的 忠实的铁杆 铁杆 就是很遗憾 不想没有微信 没微信 为什么 今天我为啥来这 操绑了 不想进来 为啥 咱第一明天打招呼 第二 你这个声门口 跑在家了 不合适 必须提前联系好 比如说微信 电话 交通好 附老师 我想 拜访您一下 尽管同意 没想到你这么热情 你得送上班 最好见的是鞋 真的 是不是你从我门口路过一次 是不是刚才过来 过去过一趟 对 我过了几趟了 我说我开行有人 我说一会就过去了 先后问了 两个人 有一个人出大门 我先生 鼠大王家在哪呢 他说在哪里 我说鼠大王确实名其大 你往那边走 又往那一个人 搞不成什么 都知道你 我说 确实名其大 在哪里 真的 最后他一说 他说在那个物业 往那边走 我就拐过来 拐过来以后了 我想 咱先看看这环境 我吓得连鱼 就过夫人 你的忠实粉丝 急不可奈 直接奔到小院了 直接奔到小院了 我说那个灯笼 热他家 没错 我现在看他视频了 那个灯笼没问题 他一看 我问你家一个皮肝香 我说就是他家 唯一一定有太阳的 对啊 没想到 你从那个门出去 对 有缘 有缘 我在汽车里呢 你拍到他吗 你说你们俩的鞋 我听说这鼠大王 他有问题 你又正准备走了 是吧 这是今天有缘 要不是咱那个遇见 咱就没有这么多好事 让大家欣赏 太棒了 没准备 一点准备的没有 然后你说话 我说蜀大王 这个听出来 你的声音啊 特别特别有 辨识路是第一 第二个 你那个词应啊 是一般人达不到那种词 真的 你这个声音 发生这种声音 为了 憨厚 腐实 亲民 真诚 亲切 老百姓的声音 老百姓的声音 很坚定气 今天一见你本人 过不其然 非常高兴 认识你们 过不其然 真过不其然 我们从你 这个视频当中 也收益非常多 对 比如那个老先生那天说 他说不后悔 后悔会得病的 对 后来我都在想 人生感悟 对 后来我跟他说 我说咱也坐一回 再弄一趟房 然后也会后悔 然后后悔会得病的 后悔会生病的 人家买了三套都不后悔 对 他说过一套 对 对 他说报告 那个老先生买了三套 我知道 儿子一套 姑娘一套 对 所以 对 因为他有好几套房子 人很多 因为他喜欢 他就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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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新� 不新� 有一次 我拍片子 这个什么 一个人在游泳 他游上来以后 有一次我拍片子 一个人在游泳 游上来以后我一问 接着就说我有三套法 我就很奇怪 我觉得人生苦短 现在从国际形势来讲 现在今天爆发这疫情 咱活一天咱就活出质量来 活出幸福感 何必比自己过一不去了 因为咱们有几个六十岁 任性一下吧 我就这样想的 这次还想再买上吧 对这个社会 你要有一个优越 你要有一个幸福感 你要有一个每天有个愉悦的心情 就是对社会的一个贡献 大家都心情非常好 多挣能量就好了 别到时候你看 最近不是发生几起 什么自杀事件吗 对 都是社会底层 看着他也很悲伤 看着心里面 年轻人的这种心理的压力 无法的疏竭 对 所以人就走向极端了 你家在东京的房子漂亮啊 我看着他也很悲伤